由宝德县青少年基金会主办的 宝德县青少年志工经营奖 卖入第16年 宝德县南投高商吴志美 吴启玄等是位脱颖而出 获全国仅120位的奉献奖殊荣 今年学宝德县青少年基金会 秘书长杜立贤 前往县府接受秘书长洪瑞治表扬 接下来由宝德县青少年基金会主办的 宝德县青少年志工经营奖 南投县今年共有170位职工报名 市会或奉献奖同学 充分展现服务精神与自身力量 服务范围均相当广泛 他们在接受表扬后 以介绍自我志愿服务时机 宝德县青少年基金会主张特别肯定 他们的奉献行为 并指出政府志愿有限 在社会公益方面 常需养泪、气益、民间团体 及善心人士的共同合作与努力 也期盼获奖者能持续投入职工工作 并抛撞影域 吸引更多人一起为社会付出心力 宝德县青少年基金会主办了这项奖项 已经迈入第16年 今年从5000位竞争对手中 选出120位奉献奖的得主 南投县很荣幸有十位得奖者 他们都是以一己之地投注于公益 乐心奉献的开模 今天很荣幸代表县长来颁发 第16届保德姓青少年志工精英奖 那保德姓青年志工基金会 它办理这个奖项 从2000年开始到目前已经有16届了 那它从今年从5000位的竞争者里面 挑选出120位 那很高兴的我们南投县 有四位同学获奖 那其中有三位是我们南投高商的同学 那有一位是童德加商的同学 那他们之所以会获奖 是因为他们在过去 在从事这一个志工的这一个活动上面 他的成就还有他的整个世纪 获得这个保德姓青年志工 这个文教基金会的一个赞赏 那所以才在这一次的评选里面 能够脱颖而出 那我们知道这个社会里面 有需要很多热心的人 那从小来培养这个服务社会的一个 一个情操是非常的重要 那借由这一次的获奖的一个颁奖 希望把这一个 那个从事志工活动的这一个行为 能够扩散到更多的同学的身上 获得这项出荣 南投高商学生林信良表示 看到许多国外的罗氏族群 他们非常需要帮助 因此投入志工的行列 而当任志工后 在心情上也有很大改变 也希望未来能继续奉献自己的心力 那我当这个志工的原因是因为呢 我看到许多国外的一些罗氏族群 那他们非常有需要帮助 那我到国外的原因是因为 觉得国外这些 我看不到的这些人 可能在我看不到的时候 他们已经受苦受难那么多年 那我想要到国外去帮助他们 例如说会更加的喜福 或者是看到一些事物 我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观察 并且会有另外一种启发 那这个社会上还有许多更需要帮助的人 我也会希望靠自己的力量 在以后去做到这些事情 让这个社会能多一点希望存在 是为同学为社会努力奉献 只为青少年的表税 独秘书长名利他们 在未来发挥改能力 号召更多人加入职工行李 一同带给社会正面力量 而以连续多年 或服务教育凯摩奖的南投高商 也深获红秘书长肯定 强调从教育出发 配与更多职工 是身具意义的散举 感谢观看